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呢 是好久不见的小人鬼故事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这次要分享的是一个被殖民游戏 版校作为背景故事 一个藏着写类历史的学校 在调查这里的鬼故事时 也找到了一些当年世纪的蛛丝马迹 虽然历史真相已经不可考 但流传下来的故事 或多少都藏着一点真实世纪的影子 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基隆高中鬼故事 古丽基隆高级中学位于基隆暖暖区 因其环境优美 所以被昵称为翠刚 但是在美名的背后 潜藏着学校流传许久的小人鬼故事 首先作为知名的 救赎少人中的胡同鬼传说了 有人曾在网络上说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 又或是学校的校工 都曾经在深夜的校园里 看到一个身影 幻游在校园里 远看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走近之后 却发现对方的脖子上 没有头颅 每晚都在寻找 自己的头在哪 这个故事的来源 来自于一起轰动全台的 血腥小人事件 1969年 一名经常翘课 操信成绩迪力的学生 总是被师长们视为眼中钉 某天他被班导留下来 留校查看 学生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于是提前在自己的书包里 藏了一把短冰斧头 当天就当着全班同学人面前 一把砍向了班导的脖子 静动脉率先裂开 充满铁锈的鲜血 洒向四周 该名学生又对着倒地的班导 挥砍树下 班导的头颅立刻滚落墙台 撞到了第一排学生的桌角 如此害人的画面 立刻引来全班的恐慌 听闻躁动生而起来的师长们 也无一不被眼前血腥的一幕所震惊 这件事情迅速登上新闻版面 当年就学率高居前三名的明星学校 也因为这起案件而跌落谷底 在那几年里 经历过现场的教职员们 便时不时提到这起事件 也越来越多人声称 自己亲眼见过那个没有头的身影 游荡在案发教室里 如今若想找到这件新闻 进入高中的图书馆里 仍然留一些过往的简报资料 当中就有提到这件事情 在校园无头鬼的传说后 资料提到的就是 基隆高中后山的翠湖了 传闻说 这座湖曾经淹死过几位学长界 每一起匿名事件都被校方镇压下来 但随着人数增多 学校不得不直接将学校里 能通往翠湖的道路给封死 可这并没有办法阻止学生们好奇的心 也没办法阻止灵异事件的口耳相传 有多位网友在PTT上分享过 关于翠湖的鬼故事 有人说 他自己的朋友就读几种高中 某年夏天时 他们几个好友相约到翠湖游泳 结果上岸时才发现少了一个人 当下所有人都认为 那个同学应该是中途自己先回家了 于是也没有做下什么 但到了隔天 依旧没有对方的消息 于是才开始担忧 对方是逢溺水了 报警之后 一连打捞了好几天 都没有寻获那名学生的遗体 就在家人们忧心忡忡之际 那名学生投目给家人 说自己就在湖底 在一次打捞之后 才专意发现那名离难的学生 但鬼的是 他并不是被学历海草之类的给缠住 而是整个人垂直踩在湖底 三千半个身子都埋在土里 表情看上去十分扭曲 像是受到了极大惊吓一半 另外也有人劝告大家 没事不要接近翠湖 但般接近 总会有人不愿滑入湖里 一旦跌入湖里 一刻就会感觉到有人拉出脚踝 将人往水里拖 在该名网友的高热那年 有人前去翠湖游泳 结果就发生了意外 但听闻死职的遗体看上去 并不像是溺斃在湖里的样子 通常在溺水的当下 人都会本能性地向上游 双手呈现往上挥舞的姿势 不然至少也是经过挣扎后 身体呈现大自行的样子 但这次遗体的动作 只是双手抱头 整个人蜷缩在一起的样子 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此有其他网友符合说 虽然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翠湖 但听闻那里的水池十分肮脏 根本不可能有人想下去游泳 一个人的话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一群人去 就必定会有人提出 要游泳这件事情 可这些事件 在新闻与校址上 都没有相关记录 因此事情的真相 我们不得而知 接下来的传说 可能大多人都已经听到了老掉牙了 这些传闻在声音的时候 校园内会传来一群人替卷补的声音 而若寻着声音寻照 并会看见身穿日式军服的归婚们 在悬案里整齐花衣的行进者 不过 由于基隆高中 自日子时期 并是一首资民的明星学校 因此也让这座传说 多了几分真实性 不过 归公于网络时代的便利性 在这几则校园传说的背后 似乎隐藏着 更为黑暗的真实故事 1942年2月 一位名叫吕燕金的毕业生 带着签名簿来到学校 准备给即将离别的同学们 签名留念 在上头留下签名的 全都是台湾学生 有些人在签名簿里写下 血浓于水 热血换起热血 这一类的发言 另外 黑伦在封面写下了 FN 两个英文字母 代表的是 Floemosa Man 也就是台湾人的意思 这件事情被搬上日本学生知晓 在那个日本皇民化政策的年代 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人眼里 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反日情节 当时日本已经投袭珍珠港 正式与美国开战 绝对不允许台湾等殖民地发生内乱 这群台湾学生后来被指认为有秘密结社 或者日本统治的意图 分别遭到日本学生的围殴 并承报给了日军的秘密警察 多名学生因此被传唤 最终包括吕燕金在内的无名学生 被拘留输日后 被强制转学到日本本土 1946年5月4日 基隆忠实学生举行一场五四运动的游行 结果遭到了军警的暴力镇压 陈述被强制关押 校长为此到处奔波 找了参议员严清贤与台大学生詹世平 向审议会递交抗议书 拉开了二战后 谈完学生运动的序幕 1947年9月 基隆高中第一任校长钟浩东 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基隆忠实支部 并一两年后开始发行地下刊物 光明报 进而成立共产思想与书记读书会 以此发展共产势力 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 偷偷发行宣传那些 不被政府所允许的思想与读物 但在隔年的8月 国防部保密局破获集中据点 经过将近两年的搜捕 前后代表了钟浩东 与南鸣鼓 以及外省级师生 共7名干部 他们被迅速执行枪决 剩下谁的师生们 则被判处 两到十年有期徒刑 被送往绿岛进行感化教育 后来这一起事件 被人们称为 基隆中学事件 从黄米花运动 到后面的白色恐怖 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与思想 受到各种打压 他们不甘愿成为他人的奴隶 因此想尽办法 将消息与理念传播出去 若然前面几则 小人鬼故事齐合起来 就会发现 在基隆高中里提政府的军人 在各个时代里都有出现过 FM事件里的日本秘密警察 无自由行的军警镇压 以及基隆中学里 那些大肆进入校园里 搜捕的军人们 对于学生们来说 军靴踩踏在地板上的声音 比任何恐怖片都来得害人 而关于脆无的传说 如果对比地图 在校门口被军警们层层包围的情况下 翠湖或许就是他们 唯一能逃出神殿的路线 因此当军靴声响起 他们只能纷纷逃往翠湖 以寻找一线生机 但他们终究逃不过这些政府的爪牙 纷纷在路途中被追捕 除了那些被铭记在理事上的名字外 或许有更多的人们 为了对于自由的向往 最终被投入翠湖中 毁失灭迹 当然 以上的联想算是 希哥在查理资料后 参考做出了猜想 但深处那个年代 在严伦被严格监控的情况下 这些人的故事不得被宣扬 只能以鬼故事的方式 继续留存在其余人的心中纪念 鬼故事本身并不可怕 潜藏在背后的真实故事与记忆 才是真正的恐怖故事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人也可以投一个超级感谢 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了帮我订阅 还是在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出过最新影片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